茶三酒四 去玩意 這句潮州民間智慧 許師傅一見到面就已經跟記者說了 還幫我針好一杯剛剛沖好的功夫茶 在潮州地區走到哪裡都會聽到別人說 嘰嘰嘰嘰 阿Dee你嘰嘰 即是說你弟弟過來喝茶 這就是潮州人一種大家之間的客氣 和分享的文化 但是來到香港喝一杯家鄉的潮州功夫茶 的確也不容易 所以這就是我們正正要保留下來的傳統飲食文化 譬如說每一個客人進來 我們需要給他一杯功夫茶 給他一杯功夫茶喝完之後 他會覺得很舒服 很有香情 所以潮州人種香情的文化 也是許師傅投身朝菜多年不變的原因 我十六歲就入行 當時參憑戚友介紹的時候 就說潮州人你想做酒樓做潮州菜 會逐素一點 所以我就在灣仔的嘉寧拿入行 也都直指令到我吸收了很多潮州菜的知識 在2004年我就加入了八六潮州集團 八六潮州集團 也是我們行內的少林寺 他一直都培養了很多的潮州菜師傅 因為他是1967年開始有這個招牌 我們有個宗旨叫做正宗潮菜創字六七 就是1967年 直到現在已經是有57年的歷史 有個半世紀的潮州伯樂 也都見證了銅鑼灣的變遷 我聽我老闆說 當時他小時候過來開張的時候 門口就是有三棵小樹 時勢易 現在三棵樹就變成了一棵 就是在溪神道街口那一棵 已經是三四層樓那麼高 這一個過程也都有很多我們潮州人 就是喜歡吃潮州菜的客人是幫助我們 名流生市 官商都很多 因為我們公司都是比較低調 所以都是吩咐一些同事 都是盡量做好自己本分 招呼好客人就可以了 所以這麼多年來 潮州伯樂都一直品持著 提供最正宗潮食之味給食客 他們所有的食材 上到花蟹絲頭鵝 下到醬料腩菜 全部都是來自潮州 亦都希望將最古老的潮菜味道保留得最好 所以才稱得上正宗潮州兩個字 亦都今天介紹的送菜之中 特別推介藉著這個銅醋麵 向香港的潮州菜的前輩致敬 銅醋麵為何會這麼特別呢 其實銅醋麵在潮州是沒有的 這個是在東年以前潮州菜的前輩 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 創造了出來的一個潮式的 香港式的潮州菜 但是保留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很欣然接受 這個就是潮州菜 許師傅除了解釋了 為何唐醋麵是潮州菜之外 更加和我們分享了關於獅頭鵝的小故事 話說他曾經有個朋友 在潮州賣了一些鵝苗和飼料 去了福建的葡田 想開一個農場養一隻獅頭鵝 但是就算用料和地理位置這麼近 最後也是養得不好 因為師傅說世界上很少再有 潮州水套這麼豐厚的地方 所以我經常告訴人 潮州的獅頭鵝是上天對潮州人的獎勵 對潮州人勤勤勤勤的一個獎賞 因為它的肉質非常肥美 特別是獅頭鵝的鵝頭 真的令到你吃完之後 會味無窮 除了獅頭鵝的肉質肥味之外 潮州魯水淡也是它的靈魂 當中一定要有的就是 潮州特產的南薑 潮州魯水沒有林薑 就是不成魯水的 因為有了南薑 來中和了 闢了一股聲味之後 那些鵝才不會有這個聲味 另外的就是 那些鵝在滷水浸的時候 每隻鵝都很大隻 十幾斤那麼重 那麼我們每一日 如果有六隻鵝內浸的話 即是有六十斤的鵝內浸 十日即有六百斤 一個月就有一千八百斤鵝 在這個桶裡浸 其實那一煲滷水也是很濃郁的鵝汁 即是像我們煲湯那樣的上湯 所以它怎會不鮮田 亦都因為潮州的地利貝山面海 四季分明 所以海產亦都是相當豐富 在潮州地區 這個珠江深角洲捕捉到的熊蟹 它的肉質是更加鮮美和肥美的 在其他地方捕捉到的一個蟹 第一就是蟹肉不夠飽滿 但是蟹肉不夠鮮的 這就是兩者之間的分別 為什麼會在潮州用得好呢 最主要都是氣候和水土的問題 這個真的很多地方都不能解釋 除了有豐富的食材之外 煮食的心機都不少得 例如限汁豬肺湯 就最可以體驗到一位廚師的用心 因為行刃的比例 就是深測比 是到處都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快速機去攪拌它的話 那些行刃拌了出來 就不成章的 因為是要用那些石磨盲機 慢慢去磨它出來 它才會成為一個行刃章 用這個行刃章才彈豬肺 一個豬肺回來 是需要經過啤水 套水 然後拿去煮 拿去切 才加些豬肉 豬手 拿去蛋殼 這樣才令到不通有肉味 兩者之間拼在一起 就相當一張 除了這幾道招牌菜外 許師傅還介紹了一個隱藏菜單給我們 就是三式蝦多士 我們最初叫做施鳳菜蝦多士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做一個正宗的品牌 我們不能夠告訴別人這個是施鳳菜 我們是公諸同好 大家都一起做的 其實實質上這個材料 就是我們之前有一個送菜 叫龍鬚子母蝦的前生 龍鬚子母蝦很多時候 我們就會在母親節父親節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蝦中間釀了乾的蝦子 又是用蝦膠包著它 捲龍鬚絲來炸 變成一口咬下去 就吃到蝦肉 蝦膠 蝦子 三種味道 其實現在這個蝦多士 都是同一樣的材料 只不過我用了另外一個風式去展現 所以我就叫它做深色的蝦多士 因為你一口是可以吃到三種不同的味道 而一種不喜歡私藏的態度 亦都是因為潮州人喜歡分享的文化 所以逢年過節 潮州伯樂都會推出圍勞套餐 被一家人可以齊齊整整圍在一起吃飯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會做潮州菜做這麼多年 又或者在伯樂潮州一做就做20年 其實我就覺得潮州人的老闆 人情味都是濃厚的 其實都包括我們伯樂潮州的老闆 對伯樂的人情味都是濃厚的 所以我們的師兄弟一邊做就做十幾二十年了 這個就是正正大家都是潮州人 有一種鄉情在 你有事有需要幫忙嗎 一說出來老闆就會盡他的能力 去幫得到就盡幫 以前很流行是請假回鄉下的 做飲食業一般不讓人請假的 請假不如你持工吧 我請過一個 因為要回鄉下 一回就是半個月一個月 但是在潮州人來說 大多數說 不如找誰先幫你審假 等你回鄉下後 回香港都有份工可以繼續做 這就是潮州人或者潮州店 一直流傳下來的一種人情味 令大家都會維護住在這裡 因為香港七百多萬人之中 有超過一百萬是潮州人 七百多萬人之中 就有一個是潮州人 所以我都覺得 潮州菜在香港是有得做的 特別大家應該有些私鄉情 我很期望潮州菜 能夠是繼續發揚光大 在潮州發揚光大 去到全中國或者全世界 都有潮州菜存在 那我就很開心了 大多數菜單 便會給你 沾唷